那么事情到底会如何发展呢 后来的事再次超出了周集会的预料 到底发生了什么呀 来看现场 看到没有 换了心脏之后的张湘勇 除了行为打扮跟换了一个人一样 对妻子也像是换了一个人 不仅从来不提离婚的事 相反对妻子还越来越体贴了 这是周集会完全没有想到的 毕竟结婚三十多年 家务活从来都是周集会一个人干 有时候还换不来张湘勇的一个笑脸 可自从换了心脏之后 张湘勇不仅主动做家务了 而且还知道疼人 更让周集会感动的是 有一次他生病了 丈夫对他照顾的是无微不至 这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这还不算 奇怪的还在后头 来来来 来看这个 这是什么呢 张湘勇写给妻子的一首情诗 最后几句是这么写的 献给妻子周集会 你的美丽永远跟花儿一样 深爱你的丈夫张湘勇 哎呦 这个酸的呀 他都六十岁了 丈夫居然说他像花儿一样美 周集会说 自打谈恋爱 丈夫可就从来没给他写过诗 这是破天荒的头一遭 但他没想到 后来呀 还有更大的惊喜 您说神奇吧 换了一颗心脏 张湘勇竟然彻头彻尾的换了一个人 难道说张湘勇在接受那颗心脏的时候 真的就把别人的兴趣爱好也都移植过来了吗 如此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到底该怎么解释呢 先听听专家的说法 心脏移植本身 他是不会改变一个人的性格的 是吧 当然他有些是活动能力增强啊 是吧 他生活质量提高啊 他自然而然就会 他心情愉快啊 这个他当然是别人认为 他就是影响了他的性格 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么一回事 这是一个误区啊 这是一个误区 心脏他这是一个维持人的这个血液循环 不用说 专家确认 张湘勇的巨大变化 跟心脏移植 并没有直接联系 那么这恕前恕后 张湘勇的这种判若两人 该怎么解释呢 这儿啊 咱们先来听听当事人自己的说法 我该是进行这个心脏移植收续啊 我伯伯呢 叫不知心脑地照顾我 有一天 我一睡在病犊上一醒来的时候 看见我伯伯睡在那个犊病头 我心里的一种感受 我就摸摸他的兜花 你看 兜花伯格好多跟着 我深深地晓得 他是为了挽救我的生命 不知心脑的日夜地来招呼我 这就是关键了 张湘勇的转变 真的跟移植心脏啊 没有关系 让他转变的 是一份对妻子的感动 和对爱情的感悟 他说呀 躺在病床上这段时间 看到妻子没日没夜地照顾自己 连一个完整的觉都没有睡过 又想到自己这么多年来 对妻子冷冰冰的态度 他愧疚了 他决定用实际行动 实实在在地让妻子快乐起来 比如说 他看拳戚的时候吼叫 那是想让家里多一点生气 跟抢坐的年轻人对抗 他是想让妻子知道 有危险的时候 他会保护他 至于情诗和玫瑰花 那是他想直接告诉妻子 他爱他 这个谜底可能不够神奇 但是我觉得 却让人感动 让人觉得温馨 看完这个故事呢 相信每一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收获和理解